郭文貴議員 就是因應當前的股市的環境 产生了一個變化 所以當時國民黨就提出 希望能夠在今天這個禮拜 提前開會 那麼開會的目的 很明顯的就是希望 等會會有一個重要的表決 就是有關鄭所稅的表決 希望讓鄭所稅能夠競付二賭 來進行朝野協商 那麼能夠在這個短短的會期裡面 讓鄭所稅有所一個決斷 那本席認為 鄭所稅這個事情 在這一屆裡面 三年裡面已經進行到第四次的處理 我認為我們確實是應該做一個了斷了 那麼這是一場鬧劇 這場鬧劇該如何終了 它可能是廢除鄭所稅 那也可能鄭所稅存在 但是名存實亡 但是本席在這裡仍然要呼籲 證券交易所得 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所得稅 那麼這個所得稅在目前裡面 交易稅的千分之三 被號稱裡面含有所得稅的性質 雖然在學理上 這是完全說不通的 但是呢 我們的社會呢 也英雄苟且地接受這樣子的論斷 那麼有這樣子一個說法的話 我們就姑且相信吧 所以這一次 如果真的要討論鄭所稅 本席還是認為 鄭所稅呢 要推動 那麼證交稅就應該要减半 因為大家都說證交稅 證交稅有證所稅的性質 那麼證所稅的性質的那個部分 既然要交證所稅 那當然就應該從證交稅去除 所以如果國民黨的證所稅的版本 進入朝野協商 本席仍然希望 證交稅不是千分之零點五 而是千分之一點五 讓證所稅性質的這個部分 完全地去除 當然最後本席也是希望 推動一個重要的稅制 不是貿然實施的 它是應該有日出條款 所以過去親民黨團 在提證所稅的時候 還提出一個口號 一年事辦 兩年宣導 三年減辦 四年實施 所以我們希望 這次的證所稅如果能夠調整的話 也應該要有一個合理的日出條款 要有合理的宣導的時間 以上 請求的